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4月27号礼拜五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那我们看到台北股市这个礼拜 指数先是在连续下沙 跌掉了500点 跌到了年限之下之后呢 礼拜五终于出现了一点反弹 指数开高涨个57点 收盘上涨64点 以10553点来作收 不过就整个这礼拜来看 可以看到从先前大家跌不下去 击杀500点 现在终于有点反弹机会了 那这个部分可以看到 目前大盘是不是都有按照 我们之前规划在做进行之中呢 你可以看到在4月13号 那时候大盘指数还在10750 到11120之间来回震荡 很多人都跟大家讲 很多那时候头顾老师都跟大家讲 不用怕大盘不会跌 会有520执政党会这地方做多 会继续涨那我说看起来不会跌 但是小心 山雨欲来风满楼 大盘已经出现三大警讯 包括散户交易人单人数大增 大户却在减少 融资已经突破了11270的时候的高点 而这地方外资 起指跟选择权同步大卖 台币正在爆量回贬 正在汇出之中 这代表什么当时我已经说了 嘎空过后 中期回档即将开始 所以当时我建议 3月12号 我说空军暂停起飞 要避开强制回补 现在呢 停卷高峰已过之后 空军陆续起飞 这4月13号就跟大家做提醒了 那后来大盘真的这样子 狂杀500点下来 昨天4月26号礼拜四 我也跟大家讲 那杀到昨天低点10478 已经跌到年限之后 会有反弹机会 这个大家绝对不意外 也毕竟击杀500点了 所以今天指数涨64点 我想你可以看到 目前都符合我们技术分析的规划 跟预测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呢 还是跟大家提醒 那虽然有反弹机会 但是上一次大盘杀到10189 我说穷扣莫追 不要追杀 会有一个强力的反弹 空军凯旋而归 回补入带 那但是呢 这次大盘虽然也杀到年限 我说也会有反弹 但是我说大盘指数 反弹幅度不会太大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大盘虽然杀500点 有没有像当时跌到年限一样 有恐慌气氛出来 没有 这从融资虽然有减少 但一天最多减个20亿左右 没有像当时 一天减个70亿 三四天就减掉100多亿 融资也没有大减 其实现在你看到 大盘的融资余额 现在在这里 对不对 11120的时候 融资余额在这里 你会发现 现在大盘的融资 还比11120的时候来的高 代表说散户 这波跳进去买股票之后 其实很多都还没有杀 这个跑出跑掉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筹码 也都还在大户 这个散户手中 大户还没归对的时候 这种状况就算有反弹 幅度也会很有限 不会像上次一样 出现个八九百点 那个强力大反弹 所以呢 所以接下来行情 我先提醒 那今天指数收一个周线 那就周线图来看 还记得2月份 2月22号 就是台北股市农历年封关那天 那天我跟大家讲过 大盘这波杀到10189之后 会进行一个B波反弹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也跟大家讲 还提到年线 重扣墨追必要追空 等弹上来再空 那现在B波反弹 已经弹到这个地方 现在呢 这地方准备还要再一波 细一波下杀 这是当时就跟大家讲过的 来各位同学们看一下 回来刚才那张图 好 来这是大概是2月12号 做的一个规划 好 那这个地方大盘先做完 第二波或是B波反弹 这是我们所说的 那现在大盘这个礼拜 这个下杀杀下来之后 可以看到第一个 这是什么 这是大盘的融券 过去这一段期间 融券强制回补 这个时候呢 总共大减了三十几万张 这个融券 所以呢 代表嘎完空 那嘎完空之后呢 现在融资已经突破新高 但是重点融资突破新高 不是问题啊 这段时间融资也在增加 可是指数会涨 代表说用融资在买股票 还可以赚得到钱 可是当融资突破新高 股价却涨不上去的时候 这就问题来了 好 那融资代表是散户一直在买 股价上不去 第一个大户已经在出货 像外资在持续撤退 对不对 第二个更要小心的是 那当散户用融资买股票 开始赚不到钱 那未来呢 好未来这地方散户开始套牢在里面 继续的加码的话 小心到最后就是融资追缴 到最后是融资断头 都有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先提醒大家 按照规划 现在逼波反弹结束之后呢 西波甚至如果是五波下跌的话 变成主跌段 这里才正要开始而已 所以那未来会跌到哪里 我也讲过反弹过不了前高 杀下去将会破前低 甚至最坏状况十年线 这最早讲的 对不对 都有可能会来 那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操作策略 如果说大盘会破10189 甚至会跌到十年线 该怎么做 千万不要等到真的破了10189 真的跌到十年线 才去追杀追空呢 对不对 现在就应该要针对 我所说的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个股空军起飞 这样才能够在股市之中 真正能够去赚得到钱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先提醒 先做规划呢 就是做股票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再三强调 我在股票市场 已经有20年的时间 看到股市 股市三次上万点 包括这一次第四次了 也看过股市从万点这样崩下去 已经这个地方三次了 这次会不会 这个大家都可以继续拭目以待 那发现到股市是有涨必有跌 可是为什么投资人到最后赚不到钱呢 原来我发现到 很多人在股市之中 常犯的错误会赔钱就是这样子 输家常犯的错误 其实不止散户 很多投股老师也是一样 凭感觉在做股票 每次都大涨的时候感觉很好 所以11000还在拼命追拼命买 对不对 等大跌下来就感觉好害怕 就开始去杀 那等这个地方 好像跌不下去了 又开始感觉的地方可以买 又再继续加码 那这种凭感觉在做股票 我说到最后你都会这样 追在高档 杀在低档 老是做出错误的决定出来 对不对 11000追股票 这个杀到这个年限了 就去追杀 好 等到弹上去又开始追股票 等杀下去又要再追杀 又要追空 这样当然你在股票里面 赚不到钱永远是赔钱 那你说怎么办呢 如果要改 怎么去改变这种宿命呢 所以我提醒大家再三的叮咛 如果你要成为真正股市当中的 操盘高手 成为真正的赢家 记得你不能凭感觉 感觉会是错觉 害你错出错误的决定 好 你要懂得运用技术分析 从指标抓转折 从筹码去看懂人心 从价量去知道未来 能够运用技术分析 今天都要是用三宝 对不对 操盘高手 你更要运用技术分析 事先规划好未来的行情 你才能够在这个地方 做出正确的决策出来 而不是大涨感觉很好去追 大跌才来乱杀一通 对不对 那当然很多人也会说 难就难在这里 就是不知道未来行情会怎么走 所以每次都是追高杀低 所以如果你也是这样子的话 我真的会建议你 与其你自己想说 为了省一点小钱 结果他在股市里头 不知道未来怎么走 都只能追高杀低 反而赔了大钱的话 真的与其这样 不如花一点小钱 请专业的人才 来加入我们这个极品操盘团队 请专业的操盘团队 帮你在股市里头 这个精准的规划 帮你在股市里头 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帮你在股市里头 有机会能够成为赢家 那就像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怎么样帮会员朋友 精准的规划行情的 口说无凭有图有真相 看到孙子兵法说 知胜有武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势众寡之用者胜 上下同欲者胜 以余代不欲者胜 匠能而均不欲者胜 股市如战场 股市常胜均 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攻 什么时候要不能攻 股票也一样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做多 什么时候该做空 不知道怎么办 匠能而不均不欲者胜 有个好的将军来带领你 国军不用什么事都欲驾清征 有个好的专业操盘团队来帮助你 你不用自己在那边乱追高杀低 一样让他在股市里头 变成赢家能够得胜 对不对 就像过去 县荣老师怎么样帮会员朋友 精准规划行情 当两年多前 台北股市从10014高点 杀到7000多了 美国股市在崩跌了 对不对 景气连续7个蓝灯 景气最差的时刻 我有没有跟大家讲 从技术面上来看 大盘渡过了末跌段 脱离底部区 准备进入到出生段了 所以那时候杀到7000多 杀到10年线附近 我都跟大家讲 10年线附近7000多点 多头火速归队 拼大的 对 因为我已经规划好 大盘开始要进入到出生段 那后来指数一波先涨到8840 拉回来8000点附近 那大家又在怀疑 这个行情是不是要完蛋了 要继续跌了 那我也跟大家讲 这里技术面 这来看的话呢 其实行情还没有结束 甚至它才刚刚结束 第二波的修正而已 准备展开的是什么 第三波的主生段 那时候指数在多少 8500点附近 对不对 8400 8500 那我已经在规划 规划什么 接下来第三波主生段 满足点要上看到哪里 最高目标10425上去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那时候股市虽然再拉回再跌 我都跟大家讲 好股票拉回来站在买方 对不对 继续的做多继续的买 好 那直到大盘 攻到了10,000多的882 攻到了这地方 这个今年1月份 当全市场都看到 哇 美国股市涨个不停 全球股市是个大多头 都觉得不买股票不行 这一定要买 那我跟大家讲什么 多头行情 已经到了最危险的第五波 而且是到尾声了 特色是什么 没有肉可以吃 只剩汤可以捞 投机股当道 轮动速度很快 随时会反转 等哪天汤也捞完 行情就要反转了 所以我说做多 除非你就要做极短线 不然你波段的话 空军应该要起飞的时刻了 再度这个地方空军起飞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说不要再买股票了 该开始空军起飞 那后来大盘就从11270 开始反转杀下来 跌到年线过年前2月12号 我们刚才讲第一阶段目标 年线达正 穷扣莫追 部分空军凯巡而归 回补入带 那等大盘这地方弹上来 那我也跟大家规划 这地方我说会有个第二波反弹 那这3月12号我也跟大家讲 因为融券要强制回补期到了 空军暂停起飞 避开这个融券强制回补 等到清明节过后 4月份 对不对 我说这里停卷期已经陆续结束 重点是整个行情 在3月份融资大增 3月份融券在大减之后 量开始退潮 嘎空过后即将反手杀多 而且可能不跌则已 未来又是一跌惊人 所以在停卷期陆续结束之后 针对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的个股 空军要开始大局出发了 所以你看到县荣老师 是不是在做股票 是绝对不是说 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涨到1万1 还在感觉很好 平民带会员去做多 等沙下来跌了500点 又去追杀追空 不是 我们是在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精准的规划 未来的行情趋势 该做多的时候 全力再做多 但是当行情不对 我们也绝对拒绝当死多头 该空军起飞叫空军起飞 当然第二个也再度证明 那县荣老师在教 在我们极品操盘团的官网上面 都有一个会员专区 里头就有教大家技术分析 包括云端书柜的电子书 包括技术分析 县荣老师在云端教室里头 有七堂课的一个线商教学 教大家怎么样运用技术分析 对不对 去掌握到指数转折 必学的关键密码 能够让你去规划出未来的行情 真的 我们教你的技术分析 是能够去做得到的 好 那如果说想学的 也都欢迎大家这地方 在我们极品操盘团队的网站上面 都有相关的一个讯息 那我只是提醒大家 这些都不是要跟会员 为了要赚会员朋友的钱 我都没有额外多跟会员朋友收一毛钱 我只是希望会员朋友加入我们之后 能够学会这些 体会到县荣老师的用心 有朝一日也都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好 那接下来行情 当大盘现在逼波反弹结束 吸波甚至说主跌段 才正要开始的时候 当然最好的操作策略 你会发现到 你只会做多 你只会买股票 真的很难赚到钱 强势股一直涨不敢追 一追可能就买到最高点 去买那个没涨过滴滴的股票 以为很安全 结果大盘涨 涨不了多少 大盘一个拉回 就往下破底下去 反正套得更惨 对不对 反而你能够跟着县荣老师 按照我所说的 找到市值够大 融资够多 高档已经充分反映完利多的股票 当技术面有大户出货 技术面有转弱讯号出来 好空军起飞的话 这时候就像我们之前放空创意330 对不对 那时候股价还有330 我说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融券放空空军起飞 杀下来跌到230几块 我也跟他讲 好弹起来 穷扣莫追 先赚个六十几万 获利入带了 对不对 那现在AT方挖矿股 这两天又弹上来了 我们已经先赚起来 那集结不追杀 反弹 我们又是可以再找空点了 对不对 那包括了技家也是一样 当大家在抢劲挖矿潮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说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71块附近 我们在融券放空 空军起飞 那这个礼拜也杀到多少 63块半 那当然我都提醒大家 放空绝对不是集叠的时候 去追杀追空 要空也是找反弹找空点 对不对 被动元件礼拜一 4月23号上礼拜五就在预告 日跌冒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呢 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个礼拜一 79块部分附近 就总共卷在放空 就在空军起飞了 空完礼拜二 这地方股价开始下杀 对不对 甚至杀到跌停板下来 现在也已经跌到多少 最低跌到67块4了 当然跌下来 昨天也提醒大家 集叠的时候 不要去追杀追空 有一些头股老师 一万一还在拼命做多 杀下来才要追杀追空 当然很容易 又这地方买在高档 杀在低档 一样在追高杀低 你要加入这种 其实你就自己做股票就好 那我们带会员朋友 都是在高档 有大户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带你布局好空单 那现在急跌不追杀 反弹上来 再来找空点 好 那这就是我所说的 其实你会发现到 第一个 当这波行情在下跌的时候 做多真的很难赚钱 可是能够跟着 县荣老师这样子 找到一档一档 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的个股 真的是有机会 能帮你一档一档 赚下去的 那如果认同县荣老师 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甚至如果你想知道 县荣老师是怎么看懂 各股有大户出货 有转弱讯号 这个我们在 极品操盘团队网站上面的 技术分析线上教学里头 都有教大家 大户出货转弱讯号 那会买也会卖股票 那如果说认同县荣老师 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再度提醒大家 三年前我们空在 10014高点 三年后我们的空军 正在再度起飞之中 空军召集立志 88专爱 现在已经最后一天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待会休息广告时间 就务必好好利用 我们的服务电话 指名加入我们的 极品操盘团队 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的个股内容 马上再回来 我好看我弄在这里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资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投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再三的提醒大家 当行情趋势 已经开始转空的时候 做多真的很难赚到钱 唯有空军起飞 找到大户出火 转弱讯号的个股 才能够帮你有机会 这样子在股市 中期回挡的过程之中 赚下去 当然也有投资朋友 这两天在找我们的时候问说 现在电视上也有 这个几位的一个投顾老师 开始带会员朋友去放空 到底要找谁能够帮助他 在股市里头赚得到钱呢 我还是强调 第一个有些投顾老师 之前1万1还在拼命做多 现在急杀500点 才要带你去放空 这其实跟一般散户 跟你自己追高杀低 好像也没有两样 你自己做就好 不用找他们嘛 第二个 那第二个更要小心的是 有一些投顾老师 你仔细看就会发现 他过去两年三年 从7000 8000 9000到1万 都在一路喊空 空到现在他也跟你讲 他是个空军大获全胜 可是你去想一想 真的这一波行情 这样子从这个7000 8000 9000点 这样一路搁上来 指数跌个500点 你是他的会员 能够大获全胜吗 更重要的是 那天天叫你去放空的投顾老师 跌下来或许会带你赚钱 哪一天又涨上去 还在继续带你放空 那不就一根死多头一样 这地方 这个只要大盘涨上去 又会害你赔钱吗 那这个部分我再三强调 你要找 你绝对要找一个 真正能够去帮你掌握指数 关键转折 就像我们V0014高点 带着会员朋友放空 预告大盘会跌到10年线 真的跌到7000多 跌到10年线 才开始一路做多上来 那直到这次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放空 严格来讲 我们是去年11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 在美股三大指数 在频频创新高 MSCI也调升了台股权重的时候 我说这一根爆量流星出现 大盘过热了 开始有中期回档风险的时候 我们才睽違两年 再度建立空单 对不对 去年11月27号 我们才开始布局空单 对不对 那时候我针对 我说已经有大户出货 这个转弱巡号的个股 例如金电 这是我当时第一 这个这波第一档 开始放空的股票 对不对 那时候 我说开始这地方 61块半不进 融卷放空 那你说后来指数又涨上去 涨到11270 过了10882 可是你看到金电的股价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10882的时候就见到高点了 指数涨上去过不了高 甚至现在已经跌到35块多了 当时去年11月底 我们放空谁 华邦电 大户出货转弱巡号 K线大量空头吞噬出来的时候 我说融卷放空 对不对 那时候股价在28块 我们在空的 对不对 那你说后来指数又涨上去 可是你看华邦电的股价高点在哪里 在10882的时候就已经见到 那时候28块空军起飞 现在甚至已经跌到最低16块多了 所以你会看到 现龙老师不是带着会员朋友 那种天天放空 而是真的我已经看到 现在大盘趋势已经不对了 我们才空军起飞 其实看到大盘趋势 这个不对了 不止我 包括债券天王葛洛斯 也在提出六大风险 看坏明年股市战事 去年11月也是他开始讲 对不对 我也是在那时候说的 再来看到 包括新的债券天王 钢雷克钢拉克 这都有人翻译 也跟大家讲 2018年股会双杀 美股将见到顶部 美股美元会继续跌 罗杰斯还有莫比尔斯 都在看空美股 吉姆罗杰斯还跟大家讲 很有可能是毕生所见 最惨烈的一次 跌幅可能超过50% 为什么 其实他们都已经看到了很多讯号 债券殖利率标这个地方 拉升上来碰到10年线 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股市 准备要开始 翻空的一个讯号出来 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B波反弹 西波即将开始下沙 所以当然要针对我说 大户出货转弱讯号的个股 空军起飞 这一趟我们空了创意 330空下来 对不对 大赚个60几块 60几万赚起来了 这一趟我们放空技嘉 71块空军起飞的 对不对 现在杀到60几块 几跌不追杀反弹找空点 金豪科我们当时在42块多 融券放空的 这礼拜也杀到38块多了 对不对 空个20张 这也跟着我赚8万多啦 日电帽 我们不是杀下来才去追空啊 对不对 高档就已经放空跌下来 现在也是在大获全胜 当然几跌不追杀反弹找空点 还有新的个股这地方 随时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 又准备下跌的时候 空军召集令 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再度提醒大家 88专案现在最后一天 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指名加入我们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孤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